第1409集 几块古玉色泽暗淡 时间太久了 眼去了浮华 尚有血字 据说是与尸体接触久了 侵入的尸邪所成 叶凡池在手中把玩 虽无浮光 但却温润细腻 入手生暖意 这是上古玉书 随便一块都价值连城 毫无疑问 这是国宝级的东西 每一块出世都会引发轰动 玉块上刻有密密麻麻的甲骨纹 几块古玉色泽各不同 或黄如金或赤如血 或白如阳汁 光泽内敛像是蒙了一层尘 有斑驳的岁月印记 一看就是古物 共有六块 这是历代万妖古主 好去无尽精力所得到的 自上古玄关取道 从川鼠到五一山 也不知开了多少玄关 而其中最古的两块 乃是当年的第一代古主 那位上古妖神亲自寻来的 叶凡对着阳光翻转上古玉块 认真研读上面每一个字 行似鸟兽鱼虫 极其尖色难懂 只弄懂了大概意思 正如三谷主所说的那样 自玄关中寻出的上古玉书 极有一则惊天的秘密 隐约指向一位帝仙 赤松子只有一片仙谷 上面有部分地势图 他来川鼠寻找 曾亲手开启数万玄关 却功亏一篑 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仙谷片指引 因此很直接 走遍世间 开了一具又一具的上古玄关 寻找他想要的东西 这六块古玉 是他们最终的收获 隐约的提及到了一位帝仙 没有说在哪里 根本不知在何方 无比的神秘 你们就根据这些 想到了赤松子 都不曾追寻到的东西 尽力尝试 不论结果 三谷主说道 历代谷主都很执着 不曾放弃 帝仙 既然已是仙 必有鬼神莫测之神通 想得到他的一切 谈何容易 叶凡刻出那枚仙谷上的地势图 让三谷主看 问他是否知晓在哪里 从没见过这种地势 应该是被某一上谷 法阵困住的地狱 当即世间不可见 你说五百年前 一位老谷主有惊人的发现 所指是什么 他只说出终于知晓了 就快速离世了 临死前只出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都进不去 是什么地方 赤松子悟道之地 先见天池 三谷主神色凝重 当年那位老谷主 法力通天 超凡脱俗 惊严阵法 最终却也只留下一口气 闯出来 老谷主只来得及适宜 赤松子所发现的 与他们历代谷主 所努力寻到的东西 合在一起 也许可以寻到地仙 也凡惊异 蜀山有 仙俭天池这个地方吗 从未听说过 三谷主点头 说是赤松子传下道筒后 自己一个人炼剑悟道的地方 而今根本就没有人能进去了 叶凡考虑了一会儿 他通过神念波动可以感应道 三谷主并没有说谎 因此想去世上一世 你带我去看一看 三谷主 和盘拖出 就是想借助他的力量 因为早已看出他是非常人 有可能堪比上谷的大神通者 而且呢 他通过其名字 联想到了二十几年前的事 寻出当年的资料一对比 更是心惊 知晓了叶凡 是乘坐九龙拉关消失的人之一 先见天池 自然不是凡帝 而今世人不可知 被上谷法阵所守护 平日连只鸟雀都无法出入 就在当日 叶凡与三谷主离开了万妖谷 直奔蜀境内的一片大山而去 峨眉山 曾鸾蝶掌 山势雄伟 景色神秀 有万千气象 所谓鼠山 就是峨眉附近一带山脉的统称 这里古墓参天 云短桥帘 剑身古幽 万鹤飞流 水生潺潺 这里红尘气太重 也凡粗眉道 不认为有仙剑道统 没办法 而今这个地方成为了一处圣景 游人太多 修道者早已退去了 峨眉山 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平日间游人很多 不得不说 佛教很有远见 在末法时代来临前 就开始东渡传法 借助我中土多处灵山修行 确保传承不断 而印度却已不信佛了 这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让我来看一看 还有没有上古圣人存在 也凡凌空而立 强大的神识扫出 却什么都没有察觉 真正的佛门修行者 已退离了峨眉金顶 在不远处的无人区修行 那里有法阵守护 凡人绝察不到 同时 他提到了佛门的优点 通过香火 拒纳信仰 靠这些念力修行 在这末法时代 有极大的优势 中土没有人效仿吗 叶凡奇怪的问道 没有办法 中土强人太多 一个道教就可以分出 数十上百门派 互不信服 连所尊三卿 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更不要提妖族等了 没有排除一个系统的神位来 相互矛盾对立 纵有相互 究竟败谁呢 土地城皇山神 阎王官二爷 天师财神门神 造神龙王 王母老天爷 三清皇天后土 你败谁啊 叶凡一战头大 细想还真是如此 三谷主所列之神位 不一定存在 但却足以说明了一个问题 中土过于强大 各自为尊 不说妖族等 就是道教本身 都是相互对立的 并不同一 正是因为强人太多 门派林立 才给了外来他教并存的可能 最后 中土修士 一切靠本身道行来度 凭己身来修行 补仰仗信仰之力 修出的神通反而更加强大了 说起俱纳信仰 倚仗念力修行 西方的道统更甚 还远胜佛教 有机会 你去耶路撒冷圣城 去梵蒂冈走神一遭就明晓了 那里的念力更为纯净 如江海一样澎湃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末法时代 西方还能诞生出大神通者 天地精气干涸了 没有了修到所需的灵气 而人口越来越多了 河里利用庞大的纯净念力 尤为显得重要了 叶凡在峨眉金顶数十里外 发现了佛门的一处密地 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念力涌入进去 他散开神石 向内观看 并未见到罗汉果位的人 而整体实力 亦不及万妖谷 他们并未驻足 在峨眉山边沿地带 左转右转 最后进入一片上古法阵中 来到了一片浩瀚的无人区 叶凡惊叹 这就是传说中的鼠山 眼前所见珠峰 直上直下 每一座都如一柄长剑 傲立苍穹下 每一座山都有一股锐气 这就是真正的鼠山 山峰都如简 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气势 像是要刺破云霄 赤松子在这里留下道统 让后人得起法 开创建修一门 早在看到这些山川地势时 就已注定了 而今 赤松子所留道统 建修一脉很低调 平日间根本不出事 看不到他们的足迹 直至今日进了此地 叶凡才在十几座山峰 改映到了灵力的剑气 三谷主说 这一脉不弱于万妖谷 虽然传承有缺 但依然无人可以小觑 他们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绕过 避过建修一门 而后飞行出去 四百余里 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这是一座 送入云霄的山峰 陡峭的连飞鸟都不能立足 立上立下 像是一把天剑插在大地上 而且 有一股灵力的杀意卷出 斩人心神 机体欲裂 骨骼将折 画龙秘境以下的修饰 根本无法接近 叶凡悚然 在当今这个天下 竟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真是让人生畏 三谷主脸色苍白 他勉强立于山前 被阵阵剑气所席 肉身僵崩 非常的难受